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!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炎助清好流陵射出爱情天使剑,凹粉挡不住审验颜值暴击! 袁冰炎助清好流陵射出爱情天使剑,袁冰炎这次扮演的常乐郡主, 是一位娇憨霸道的千金大小姐,自然是喜欢玩弄各种神奇兵器, 在闹事中,小郡主居然挽起了弓弩,射击的模样,还真是很有女侠气场的, 而流陵的眼神中,也是饱含着爱情的阴晕眼神,不知道这支剑会不会引导她找到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呢? 袁冰炎的常乐郡主,端庄起来,也是有母仪天下的皇后姿容, 双手放于身前的常乐,战如松,稳当得很,就像琉璃美人煞中, 袁姐姐扮演的战神将军一样,只要立定了,就有万邪不侵的大帝之姿。 袁冰炎助清好的红色婚服,搭配上金冠,一下子从娇称的少女郡主, 变成了绝艳的女王大人,流陵丹手枕着脑袋,而一旁酒壶中, 那还未引进的穷江玉露,似乎还在默默诉说着方才郡主大人的酣畅淋漓。 而袁冰炎身穿红色婚服,总是能够让人梦回琉璃美人煞中的楚玄机, 在剧中,袁冰炎有着许多套漂亮的红色婚服,还有一场黎泽宫的大婚,直接是被剪掉了, 这也是让人更加期盼袁冰炎新剧祝清好的婚礼,可以更加圆满。 凹粉挡不住沈燕颜值暴击,在街道的凹粉铺子前,金灵为沈燕并没有因为身边的美食, 而挡住自己的大将之姿,比划起长刀的沈燕,颜值和气势狂飙,似乎单手翻飞之间, 就可以闯出一条生路,而换上一身枣红色长衣的沈燕,则是变得深沉了起来, 一副很有故事的英雄风采,颇有点当初刘德华在石面埋伏中扮演的帅气刘补头味道了。 袁冰炎的搭配能力真是很强的,之前的《琉璃美人煞》一下子带火了诚意, 这次新剧《清诚意清欢》和《祝清好》,又再次搭档新男主,估计也是要带火新一批的男主了。 从《祝清好的海报》来看,也是很看好这部新剧的,袁冰炎和郑夜城的组合, 在海报中同框的画面,很有CP感觉,让人梦回琉璃美人煞《楚玄机》与私缝组合, 尤其是郑夜城和袁姐姐身穿红色婚服的甜蜜衣威海报,满瓶的蜜糖爱恋味道。